将皇后送回昆宁宫 没我的命令 顾准她踏出半步 是 陛下 臣妾做错了什么 你总要容臣妾分辨吧 陛下 皇后娘娘 娘娘 中元节的斋饭 已经被妥了 先拿给皇上和太后 再分发给六宫吧 是 陛下的病是大有起色 可您从昨日上午到现在 什么都吃不下 怕是中了暑气 这样身体是受不了的 奴婢派人备了膳 您多少吃一点再休息 我真的不饿 吃不下 主子 贵妃娘娘 今日中元节 皇后给各公主子 都备了素斋 奴婢阁这石盒 就能闻见那香气呢 咱们来换一个梦 我给予了素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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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的山座主张 差点害死了朕 如今连紫禁都不放过了吗 您在说什么呢 元祁 陛下 将皇后送回昆宁宫 没我的命令固准她踏出半步 是 陛下 臣妾做错了什么 您总要容臣妾分辨吧 陛下 皇后娘娘 陛下正在生物 您千万不要再说了 回去吧 嗯 你 落下 孩子 你 陛下 关 人 是一条苦肉鸡 太后 毕竟要与皇后相处多年 最了解她的为人 断不会做出此事 倒是 太后先前教导 毕竟铭记于心 但事舍中宫 毕竟不敢遮掩 孙贵妃速来与殷丝善交好 胭脂不是二人一定 是一条苦肉鸡 太后 殷丝善到了 传她进来 是 奴婢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今日之事 我倒想听听殷慈善的见解 太后 皇后天生菩萨心肠 未解燕台病痛之苦 命奴婢将药放入猫饭 奴婢姨娘吩咐办事 后来 因药瓶出自昆宁宫 奴婢怕有人误食 或生是非 索性直接处置了 因正之中元节 上时局上下忙于宿斋 奴婢预备一日再去回禀 谁料当夜 贵妃娘娘偶血昏迷 奴婢移心那瓶药 便连夜去桃花树下查看 果然 早已被人盗走 那么依你看来 孙贵妃病重 与昆宁宫有关吗 孙贵妃昏迷不醒 皇后沦为凶险 端看这背后之人的用心 分明是蓄意离间 霍乱后宫 奴婢更有心的是 天子一时震怒 恐冤屈了皇后 奴婢斗胆 求太后主持大局 护佑中宫 这话说的倒是实大体 谁教你的 太后 奴婢自小命运不济 尝尽人间冷暖 为孙贵妃已成相待 化解我满身戾气 奴婢正是奉她之命 为皇后置善 搜集天下美食典故 以博中宫展颜 若一个人只是为了好名声 何须做到如此地步 若皇上因一时误会 处罚了无辜的皇后 孙贵妃的苦心经营 其非毁之一旦 所以奴婢这番话 是为中宫辩护 亦是为孙贵妃陈情 太后 不可相信此人所言 只要将她下狱言行审问 必有说出 奴婢据事已报 望太后鸣见 因此善是涉事之人 不可轻易放纵啊 此事容后在意 都退下吧 是 殷四山 你可不是一般的巧嘴 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说出这样一番话 非但为自己开徒 也洗清了孙贵妃的嫌疑啊 奴婢斗胆问一句 吴昭仪向来为皇后安前马后 如今中宫被禁足 怎不见您前去安慰 如此着急地赶来清宁宫 欲备嫁回于谁呢 奴婢恭送吴昭仪 你 叶四山 叶四山 我 我 尹司山 那日我看到 本来上市局就适都 我也未曾多想 可是后来就出事了 尹司山 你说 该不会是苏司山他 我知道此事了 你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 尹司山 可是 去吧 是 娘娘 娘娘 陛下来了 陛下来看你来了 不吵着闹着要见朕吗 朕来了 你倒想干什么 陛下终于想起臣妾了吗 她还活着吗 陛下将臣妾软禁在这儿 该是我问您才对 您还想干什么 废掉臣妾 先谈医 为皇后诊治 臣妾没病 臣妾就在这儿 等着陛下废掉 陛下等这一天 不是等了很久吗 自打算是入宫 不 不是 陛下宴起我 应该更早才对 陛下向来宴起装神弄鬼 连大臣们上报的急诏 都是闻之生严 可是您看看陈妾 陈妾从头到脚 像是一个人吗 不 陈妾不是一个人 陈妾是胡家精心打造的祥瑞 是一件送入皇室的 包裹精美的贡品 可您也必须承认 陈妾并不是毫无用处 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难道陈妾说错了吗 您的诞生给太宗皇帝带来了寂寞 正所谓传世之孙 有势其唱 有了您 太宗皇帝才成就了大业 那皇太孙的妻子 自然也不该是凡人 所以陈妾这个祥瑞啊 不能落在民间 一定要落在这紫禁城不可 你说对不对 陈下您厌恶祥瑞 更厌恶被他人安排的命运 可陈妾呢 陈妾又做错了什么 是温惜不孝 温疾不咸 还是扔不住皇子 可他也没用啊 这满宫的妃嫔 谁都没有儿子 皇后 多少年来 朕给过你新人 朕对你有很深很深的期待 可是你一次又一次 你回报我什么了 你骗我 你只是厌弃我了 你怕了 我怕什么 是 你是皇上 天下没有你不敢干不能干的事 除了那一件 哪一件 你心疼自个儿的兄弟 你 疑心想赦免郭贵妃 可大明有祖宗家法 那个叫她生训的人 是当朝的太后 是你最精重的母亲 眼睁睁地看着郭贵妃的下场 你忧虑 你恐惧 你担心有一天 我也会避你最心爱的人宣葬 是不是 你会吗 你等不到哪天了 大明有祖宗家法在 太后看着 天下的百姓 满场文物都在看着 飞出中共 您办不到 不行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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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